各位观众 各位媒体老师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观看电影《坟城》 和我们一起通过这部影片感受到了 如何我们应该共同去保护这个家园的故事 今天呢 我们也非常开心为大家 把这部电影的主创请到了我们的现场 我想问问大家 多久没见到白宇了 三年 为什么五十五年 对 我也很久没有见到白宇老师了 那今天他也会来到现场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那么在稍后的我们的交流过程当中 大家也可以积极踊跃地围绕电影 围绕故事 围绕角色 来展开和我们的互动好不好 好 然后请出他的时候 如果你的手没法鼓掌 请大家呐喊的声音大一点点来 欢迎我们的领先主演白宇 欢迎 欢迎 好 好 好 三二一 收 OK 很好 打很好 来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演员白宇 所以白宇刚刚有听到吗 大家说几年没见你了 在成都 好多年 对 再次来到成都有什么样的感觉 没顾得上感觉 好 昨天晚上到了 没有吃火锅是吧 没有 到的比较晚 是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 大家看到今天天气特别好 是不是 这个雨过天晴了 所以能够和大家见面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电影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 好 那我们首先还是来聊一聊电影吧 今天是我们电影正式上映的第一天 然后 作品和大家见面了 对于演员来说有什么样的感受 很想知道大家是什么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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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们笑我会迷失的 你们笑我会迷失的 你可以迷失的 好 那这次演员这个角色 对于你来说 有什么样自己的解读和感受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 最大的感受就是 还是要注重身边人身边事 然后身边自己生活的这个环境 是 电影当中其实在最后的片段 这个大家应该 我看到好多人都哭了 是不是 有证据吗 有 有证据的点是因为 刚刚我看到有摄影老师在这里 抓拍到了几个姑娘 就是那抹眼泪的那个画面 所以对于这种情感的拿捏和这个爆发 包括我昨天看影片的时候 也是被最后所感动了 那个情感很多媒体老师也看完 以后就在分享自己的朋友圈里 我看到说 非常的动容 然后拿捏得也非常好 所以那段戏 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吧 自己演绎的时候的感觉 我也没有刻意去说是拿捏 其实就是完全沉浸在最后那一点 留给属于自己的时间 对 因为拍之前没有想说是要怎么去刻意去表现 当你沉浸进去之后就有了 就有了 对 进入到角色当中了 那这一次和华哥也有很多对手戏啊 这个跟刘德华先生的合作 合作完了以后感觉 包括开始是什么感觉 后面是什么感觉 那紧张啊 又激动又紧张肯定的 但是就是合作的第一场戏就是我打他的那场戏 你见面就要打人家 我真的很紧张 我超级紧张 然后呢 这场戏呢 又比较重要 然后一面要去准备看怎么去把这场戏演好 然后另外一面又很紧张 然后刘先生呢 就是可能看见我在片场坐在那儿 自己一个人在准备默契 刘先生就自己过来 就说没关系 你就按照你的节奏来我配合 对 他就说这么一句话 然后就走了 就走了 准备挨打了是吧 没有 然后我当时心里边就很温暖 然后也就放下了一些很紧张的情绪啊 是 很感谢他 对 所以跟华哥在一起演戏 我们也可以学到很多啊 这种表演上的一种精神 好 那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 也是会和现场的观众 还有美体老师来做一个互动交流 所以想要和我们分享的 我们就举手啊 然后我们所有围绕电影的话题来展开 那我们优先先给到媒体老师吧 然后我们继续给观众 好 那位媒体 哎 白鱼你好 我是四川广播电视台 程世晶的记者 看完了今天的坟城 感受到真的是不同于以往的一部灾难影片 电影当中不仅有很震撼的灾难的场面 当然还有很复杂的人性 我想补充一下刚才白鱼说到 其实感动我的不仅仅是最后的那场戏 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感受到 您扮演的这个角色是非常有兄弟情 然后是很重情的一个人 所以到最后我们反正我这周围都没控制住 到现在都很难平复 刚刚我们的主持人已经问了我想问的问题 就是跟刘德华先生的一个合作 那这一次呢 你也是跟大多数都是香港籍的演员 就想问一下就是在之后你们对戏的时候 在语言上啊或者说其他的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可以分享 然后影片整个带给大家的感受很好 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让我们看到白鱼的离开是一个遗憾 也想请您扮演的这个角色的离开 您认为就是这个Lisa她有没有什么遗憾 谢谢 首先就是跟这些演员在一起合作 整体下来就是我非常感谢他们 因为去了香港 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还算是认生的一个人 然后呢去了就要拍 所以我必须要很快的进入状态 我很感谢这些人他们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就是来拉近我和他们的距离 但他们也不是那种特别刻意的方式 就是也给你空间 但是我们也希望你能就是跟我们融为一体 我非常感谢他们 然后在演戏的时候的确是会有一些小困惑 因为表演的时候我讲的是普通话 他们讲的是粤语 但是这个就需要我去做功课 然后呢再加上其实就是人的情绪 其实想表达的情感 在那的时候 其实语言是不重要的 就没有那么的重要 你是可以感受到他当时想表达的大概的意思 然后再加上你也看剧本 也看大家都在说什么 就后来会好一些 反正就是这次香港拍完电影 我就非常感谢这整个团队 不管是导演还是演员 我感觉就是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去温暖我 拉近我 我很感谢他们 然后 然后你第二个问题是啥 遗憾 遗憾 对 李斯尔有没有什么遗憾 遗憾是肯定是有的 因为他没有 最后没有出来嘛 这个肯定是遗憾 但我觉得就还好 就是因为他首先 他身为消防员 他的职责责任就在此 然后呢他也拯救了香港 然后呢他也拯救了香港 然后最后那一点 留给自己想一想自己的家人轻轻滑游 就也不能说是遗憾 但是也不是遗憾 因为毕竟你整个香港保住了 我刚刚可能表达清楚 就是如果说您出来了之后 我们就设想您是没有牺牲 然后出来了 您觉得你第一件事情是会去拥抱Madam 还是说去和大家和家人一起去吃一个什么好吃的 这个就是题外的 那你要这么说 那出来肯定是先求婚呀 因为进去之前她已经把戒指交给了她 当时她就没有说出嫁给我这个话 其实就是怕自己有万一嘛 然后有什么出不来的情况 那既然都出来了 那第一时间一定是要求婚的嘛 然后再就是 吃面 吃啥面到哪都吃面 再就是因为烟产老总她今天是退休嘛 最后一天就是跟大家一起去聚餐 好 谢谢 谢谢我们这位媒体老师 好 来我们再来一位吧 好 那位媒体老师来就请 白云您好 白云您好 老师 您好想说 您好想说 您的理解就是 他是哪一个 哪场戏 或是哪一个片段 让他就是有这样情绪的一个转变 其实我一直是这么理解的 就是这件姐姐的离去这个事 不只是姐夫的问题 我觉得更多的理解风可能是自己的一个心结 是对自己的很多的不满的一些东西 然后刚好又有姐夫这个事 又让姐夫帮忙去 就是转嫁了一些自己的情绪到姐夫身上 但是呢后来就是看着姐夫 因为这件事他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然后也随着时间的变化 自己心里边这个心结也在慢慢的在溶解 然后呢又遇到如此大的一个事件 需要我们齐心协力的去共同面对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家人 就是妈妈还有姐夫的孩子 就这些不能说是某一个点 我觉得是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 他不断的在自我和解 然后也在不断的原谅姐夫 只不过可能是他已经习惯 这样跟姐夫的一种相处模式 不会说是就一下子就会好 只能在这些事件里 慢慢慢慢的去溶解这个心结 好谢谢谢谢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给观众朋友们来提问的机会了 后排也可以举手会被看到的 好那位那位戴帽子那位姑娘 就你就你对对对 好来有请 我们先后面然后我们往前面走 来我们这场还有时间 白鸣你好 白鸣你好我是你的 重十分钟 就是有点激动现在又有点紧张 然后就是我知道你也演了很多角色 然后像那种警察 然后也演过检察官 然后对于这种救死扶伤的这种角色 想请问一下 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心得 或者觉得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心 感觉像专业户啊 对演的很好 然后大家都说你是这个 呃什么 我忘了想不起来了太极了 一脸正义对对对对 你别人穿衣服我都不认识了 哈哈哈哈 好来分享一下 是的 就没啥心的 往那一站就是 啊哈哈哈 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 开玩笑 其实呃这这也也肯定也是有心得 但是我也没总结过是什么心得 现场总结一下 现场总结一下就是 这就是 哈哈哈哈 那你帮我总结一下 我替我听听 不要害羞 要不然你帮我总结一下 对 好好好谢谢谢谢 好可以 谢谢谢谢 你觉得他演的怎么样吗 这一次消防员 演得非常好 我都看哭了 好 看哭了好多次了 所以要按利给身边再刷几次好不好 对一定要按利一下 谢谢感谢 好嘞接下来继续 对后面是是有个男生是吗 对就那位对不对 好中间的这位男生 好来来 来我马上到前面 稍等稍等大家啊好 来 你有什么看完电影以后你的感受 觉得你当中哪一段让你印象深刻都可以分享一下 因为这次呢 这个他是第一次看港片 你是第一次看港片啊 真的 对第一次看 好好好 看了以后感觉怎么样吧 还可以 还可以哈 然后呢 因为我之前是看原影题材 之前看的美的微线呀 生态我都看过 对我也我们都看过啊 所以这一次觉得这个白鱼老师演的如何 因为在一起很粗的 就怕呢就是就在水火之类的 是以大局为重 但是他演的确实好 好嘞 谢谢 能得到你的认可非常不容易 感谢你 谢谢 看得出来 是是是 绝对是个哀人 能够发言都不错啊 感谢 好嘞 我们前方的朋友 好 我看看前面这个话筒啊 好 这个姑娘 这个姑娘 对对对 你好 来来 这个衣服 这个这个第二排 对第二排这位哈 来来来 好 稳住 稳住 别激动 啊 好好说 好好说 哎 首先就是 其实这是我第二次看这部电影了 嗯 然后我觉得其实面对这种重大的 灾难面前我们作为普通人其实真的是束手无策的 所以说看的时候我非常的敬佩消防员以及一些其他的工作人员们就是在这里想向他们表示一个敬意 然后 哎 该补掌的时候是开补掌了啊 对对对 致敬所有的消防员们 好 来您继续 然后呢就是关于电影我有个问题想要问白宇老师 就是最后的时候在炸弹引爆的那一刻你的脑子里就是李洁峰的脑子里他在想什么呢 因为当时他在哭的时候我也在哭所以我就很好奇他的脑子里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因为在想你所以你也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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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老鼠 老鼠 是啊 对对 你这太突然了 是这样的啊 啊 就是 因为我以前在 没有演这个消防员之前 我就是觉得消防员这群人 他们是有责任 他们应该去 这么做 就应该站在我们面前 他们很值得我们尊敬 但是演完之后 我觉得 我又有另外一个新的角度 我就觉得 一方面他们也是普通人 他们也有家庭的 然后有孩子 有亲人 有爱人 另外一方面 他们又需要去承担 该要去承担的责任 所以必须要挡在所有人前面 我那场戏的大致的处理就是 他自己完成了 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之后 然后 坐在那开始 把仅有的一些时间留给自己 然后 就以这首歌为一个切入点 去 从自己身边的兄弟们 因为有今天第一天来上班的 也有最后一天 马上要 马上就是 那个 退休的 对 从这个为切入点 从兄弟开始想 然后再就是 开始在 脑子里边再过自己的亲人 爱人 家人 对 看一下 和我想的也差不多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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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说的还 真的有一种 然后 就是表达一下被白余老师的喜欢 因为也喜欢你很多年了 然后 上一次见面是在重庆 没有想到 下一次见面 就已经是三年以后了 然后 我和我的朋友们 我们都会一直支持你的 嗯 期待下次见面 谢谢 谢谢 感谢你 好 来 那这边 这边给 好 那个娃娃 对 那个娃娃 那个娃娃 好 来 我把娃娃放着 对 把娃娃放着说吧 把娃娃放着说 好不好 把娃娃放着说 对 好 拿着话筒 好 好 谢谢那边 好嘞 欢迎你好 那个我 看过港片 我们这一代 我们这一代应该是 看港片长大的 但是 最近几年 可能港片慢慢的 没有一切那么 好了 但是这一步 我觉得是 历年以来 在我心目中吧 个人观感 是排名第一的 他的整个结构 以及就是 处理都非常好 而且我也没有想到 灾难的这个环境也那么 我其实是冲着你看的 但是电影真的非常不错 嗯 我就一个问题 那个 您当时就是打那个 刘德华先生的时候 开了几条 哈哈 对你 你还想挖故事 应该是一条 对 应该是一条 对 因为 当时 是假打不可能是真打 我还 挺我厉害的 我还真打 假打假打 但是 各方面 因为第一条就 呃 配合的也很好 各方面 因为机器啊 演员啊 情绪啊 可能都配合的比较好 可能就是 呃 一条就拍完了 好厉害 是刘先生配合的好 哈哈哈 对 谢谢 不是 因为我觉得 尤其是这种 打人的戏啊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力出去了 是假的 接受的那个人是 他 他真的是要去接受你的那个力 到自己身上的那个表演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刘先生这场戏 他他他他比我难 比我更难 因为我只就负责 给他打着一下 可能一拳都到他身上了 对 对 谢谢 感谢 好的 那时间原因啊 我们最后一位了 最后一位了 哇塞 好 这个举 对 守福的 好 这位妹妹 好来 中间这位 好来 辛苦工作人员 也冷静 好好说啊 这个看了电影 别激动 千万别激动 好来 白玉尼老师你好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然后很感谢主创团队和您 然后把这部电影带来了我们的面前 老师说我对这次的应后 其实不那么满意 因为呢我还沉浸在刚才电影的悲伤情绪里 到现在我都还会觉得鼻头一酸 心里很难过 那我走 你走了我可能会大哭的 所以拜托你再留一下 然后其实我对这部电影并没有什么想提问白玉尼老师的 但是我想表达一下我对这部电影 就是这部电影里反映出了我们在面对灾难的时候小人物的一些不错 特别是在高层立压封锁消息的时候 这我就主要看得很揪心 非常感谢这个黎瑟尔和刘德华老师将排出万难 然后拯救于其他的一些大众 然后非常感谢你们 同时我也希望 凤城这部电影《票房大卖》 希望白玉尼老师成都战录演顺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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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真的好像最后一个发言的啊 打了一个好的总结 特别感谢大家 好 那我们每一位提问的朋友呢 都有一份小纪念品啊 签名的海报留给留作纪念 所以今天也非常感谢大家对电影的支持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 会跟大家来一张合影 然后合影的时候听一下话啊 就是大家第一 站在原地可以 可以起立 然后后排的观众呢 就往中间靠拢一点就行了 两次往中间靠拢 但是千万别挤好不好 好 谢谢